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喝豆汁不吃赏 吃碗转着边着喝 这是老北京的喝法 绿豆榨汁经过发酵后制成的豆汁 过去可是宫廷里的御膳 如今这道皇家专属美味 成为北京人早餐首选 不过这发酵过后的独特味道 有人用又臭又酸来形容 对喝不习惯的人来说 难以下咽 哎哟 哎哟 哇 吃啊 吃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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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吃了 闻他那味都不想吃 我喝一口又打上哪裤子 我一闻那味就不想喝 你不知道吗 喝下去也很复杂 看看这一个又一个嫌弃的表情 对豆汁闻风丧胆 若说北京人就爱这独特酸臭味 四川人则天天吃 辣乎乎的红烧肥肠当早餐 肥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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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我肥肠 来咯 采用当天现仔猪取出来的肥肠 加入醋 酒 盐巴去味清洗 经过两次汆烫 确定洗干净后再加入自制辣子酱拌炒 打来里面有拔骨 有猴皮 有炒骨 有散烂 都是去腥味 经过不断翻炒等到肥肠入味 四川人早餐最爱的红烧肥肠 大功告成 肥肠来了 吃肥肠的胡椒酒 红烧肥肠当早餐觉得不过瘾的话 贵州人一早就爱来碗生猛的洋鳖粉 让人活力充沛 我们吃东南要吃早餐就吃这个粉 一天就有卖四伯来碗 五伯来碗 五伯来碗 有到 好吃的秘密就是可以取这个羊鳖 羊鳖就是取那个羊子在里面 就是那个不消化的那间的肠子 就拿过来来煮啊 所谓羊鳖就是山羊肠子里 未消化完成的物质 换句话说就是俗称的粪便 这儿能吃吗 我煮这个羊鳖有那个山类 必须放得过来 放得过来 那种行为太重了 别的都煮了 然后都破开了 苗族人认为羊是吃草长大 所以肠内的物质也是好的 羊鳖更经常被当成中药来使用 羊鳖粉不只是当地特色美食 更是用来接待外宾的菜肴 中国大陆地大物博 早餐文化大不同 吐鲁蕃人吃烤包子 兰州人早餐就从一碗牛肉面开始 海南则是喝老爸茶配大包 大陆最新纪录片《早餐中国》中 记录了上百款大陆各地不同的早餐 成了吃货们的最新攻略 过去早餐市场因为营业时间短 成为它的致命缺点 相比于其他正餐 利润也相当微薄 很多大牌餐饮都只把早餐当成一个补充 不会专做早餐 不过这种现象似乎慢慢变了 根据统计 大陆早餐市场月趋庞大 到了2021年 市场规模将突破8400亿人民币 换算台币高达3.6兆 早餐市场成了投资者眼中的大金矿 纷纷卡位 要抢 上找商机